前身为台北酒厂的华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为中华民国台北市市定古迹 在1999年后成为提供给艺文界 非营利组织及个人使用的艺术展览 音乐表演等文化活动场地 园区内也有多间餐厅 咖啡馆 店铺 艺朗等商业设施 第18届台北国际玩具创作大展 5月26日于华山文创园区登场 这次集结了台湾优秀的设计团队 更有来自亚洲 欧美等世界各国 近200位顶尖的设计师共同参与的盛事 香港超人气的潮玩品牌Toys Zero Plus 也在此现身 带来一系列的限量潮玩公仔 吃货恐龙 宝戒 小豆豆等超萌伙伴 虽然近日梅雨季带来各地连日大雨 依然不明想现场排队民众的性质 展场位于华山文创园区东二馆和中四笔馆 主办单位也提醒 购买任意场次的票种 都可以在场次时间内与两馆参观 喜爱动漫收藏玩具的粉丝们 绝对不能错过 公民记者张志宇台北报导 未经讨计呢